Spargetti Carbonara Carbonic意粉應該大家都吃過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有它不同的做法 有些地方會加入洋蔥 有些地方會加入大蒜 而香港相信最多人吃過的版本 是加入紀念白質版的Carbonara 但是真正意大利正蔥的版本 偏偏就沒有意想提及的材料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意大利傳統家庭版的Carbonic意粉 Spargetti Carbonara 首先要準備一鍋煮意粉的水 加入適當的油 然後再加少許鹽調味 之後就可以開火補水 與此同時我們可以開始處理食材 今天我們用的Pancetta 即是鹽葉的豬腩肉 在意大利也都會用Guanjale 即是葉的豬麵盒肉 也就是香港叫的豬筋肉 不要見它這麼肥就切掉它 因為它的油香正正是Carbonara的靈魂 那我們把它切粒 大約是手指甲的尺寸就可以了 之後就開始準備雞蛋 今天一人份的Carbonara 就是一隻雞蛋加一隻蛋黃 兩人份就是兩隻雞蛋加多一隻蛋黃 如此類推 再加上黑椒和鹽調味 而鹽就不用加太多 因為Pancetta的煙肉都是偏鹹 之後就加芝士 今天我們會用Parmigiano Reggiano 巴馬城芝士 而意大利人也會用Pacarino Romano 意大利羊奶芝士 Parmigiano Reggiano 這隻芝士是巴馬城的其中一種 而只有意大利五個法定產區所製的芝士 才可以叫做Parmigiano Reggiano 所以大家如果想吃到最正宗的味道 就一定要用回這隻芝士 不要用一般的巴馬城芝士 因為我很喜歡吃芝士的果然系 所以我就會用大量 再連雞蛋發勻它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水已經煮滾 在意大利一人份量的意粉 差不多是家製的大小 之後就可以放意粉下水 盡量要分散一點 讓它不會黏住 在水也要養開它 再根據意粉包裝紙上寫的時間 減一分鐘就可以煮到 Al Dente蛋牙的口感 之後就可以開始處理煙肉 熱了一隻鍋下油 再等油燒熱了就可以下煙肉 盡量要先煎香一面 那在煎的時間 不如我們說一下Carbonara的起源 有人說Carbonara是來自煤炭的意大利文 是以前煤炭工人的主要食物 也有人說是來自最傳統的辣瓜味菜 用每個意大利的家庭最常見的菜簾 蛋、芝士、煤肉和意大利粉 再由羅馬營改良而成 而之後 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盟軍解放了意大利 因為打仗補給的問題 就用當地最平民最地道的食材 做主要糧食 而各國的士兵食都很喜歡 所以戰下就把這個食譜帶回到自己的國家 慢慢演變成今天不同口味 不同版本的Carbonara 在這個時候 煙肉兩邊都已經煎到金黃色 聞到很香的煙肉味 而油脂的部分也都煎到半透明了 那就是說代表已經煎熟 可以關火,讓它降溫 而意粉在這個時間也都已經煮熟了 就可以把意粉放進鑊裡 將它弄鬆 將每條意粉都平放在這鍋裡 再下剛才準備好的蛋汁 攪勻它 要每條意粉都沾上Pancetta的油香 和芝士蛋汁才算合格 最後再加上黑椒調一調味 Lowen它就可以上點了 在這裡我就分享一下 另一個我在英國的時候認識的一位 來自捷克的廚師 他教我一個最簡單上碟的方法 首先是用一隻意粉叉 捲起意粉 如果家裡沒有的化學 也可以像我一樣用一隻普通的餐叉 我以前也試過用韓式的鐵筷子也可以 之後捲起了差不多份量的意粉 然後就用一隻湯匙去幫助敵人 捲到好像山的形狀 就可以移醬碟 之後再將這些Pancetta 也是這樣放在地上上 如果喜歡芝士味濃一點的話 吃之前還可以加上大油 配上JanaJana 這樣就會更香更好吃 hyp Children Báis B B B HHHH B 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